现在还有人认为 谢某主导的三件行为是很合理的 认为猫猫现在是素人 却被前同事蹭元素 且前同事为了能持续地利用者元素 完全有理由阻碍猫猫回来 就是所谓的作案动机往锅里倒游 为了掩盖吸血行为 并联合他人无嘴 势力庞大是宇宙太子 这里我从另一层面 猫猫本人意愿方面 现实行业规则方面来谈一谈 一 因为被打压猫猫舍弃CP粉 合理吗 一 希望能跳出圈子看问题 对价值上无人吗 他们定义规则并掌握方向盘吗 他们是被遏制规整的对象 二 圈子的势力是贴板一块吗 确实有忌惮他热度而打压他的 但同时就存在惦记他价值 而会帮助他的 没有价值敌人就放过他了 没有价值 还有人愿意帮他吗 三 现在的CP粉价值 相对于还在圈里的烟烟 对猫猫来说更值翻盘的筹码 耶耶可以选择其他的路 猫猫没有选择 失去筹码没有价值 只会一败涂地 四 对家掐断他回来的路 他的元素并不能成为绝版 猫猫长久不回来 CP热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有人爱才有价值 猫猫元素的价值在于粉丝 耶耶没动机为了CP元素 而阻碍猫猫回来 反而西蒙现在的维系 很微妙且难以长久 西蒙是用自己的前途 我两人未来 二 猫猫的本人意愿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小可爱 认为这都是耶耶和我们一厢情愿 猫猫并不想回来 他不需要我们的价值和努力 请尊重迄今猫猫明确地发声 元旦音频已经说了会抗争到底 不想着恢复清白并堂堂正正回来 用一个劣质营运 且明面没有他任何收益的潮牌为生 请别看低他 另外若猫猫真的妥协了 对家用得着持续投入资金来黑他吗 若他也没有威胁不会回来了 那CP热度早晚会崩 用得着这么急吃白脸的拆CP吗 所以我也不喜欢说猫猫摆烂的话 他没有妥协 他们没有妥协 这才是一切混乱持续上演的原因所在 三 耶耶是否心虚才不敢声明 一 首先请把CP元素的版权拿出来 说明哪些元素是明确不能使用 只属于个人而耶耶不能用 二 若能提供版权 请把清权的整个利益链都状告一下 品牌 策划公司 宣传公司 经纪公司 代言人 不要集中炮击大家都知道的麦夫纳卫 三 请问有明确指明道姓说耶耶侵权吗 没有吧 只有按戳戳引导是前同事 三件没明确状告 就让耶耶声名辟谣 为什么要给三件引流 让耶耶平白惹一身心 四 说耶耶有失利无嘴的各位 别立场先行说我们失之分 说耶耶花钱无嘴 有证据吗 没证据诋毁我们是造谣攻击 前面我的内容被下架了 所以重新编辑一下 不论从行业规则上看 还是从客观利益层面考量 还是从猫猫本人意愿推导 若心里真顾及猫猫 为了猫猫着想 请尊重他的选择 我们一起为他的未来努力 若继续认为耶耶是大boss 拆CP更重要 请不要再高举为猫猫着想的正义旗帜 请不要出来消磨我们的意志 能留下来并积极面对的姐妹们很棒 我们走在对的路上 没有理由承受质疑与诋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